由于德尔塔毒株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感染者中出现了更多的超级传播者 据塔斯社7号报道 俄罗斯曾出现一名传染了1500人的新冠病毒超级传播者 这也是截至目前俄罗斯国内的新冠病毒超级传播记录 俄罗斯矢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的专家解释说 通常一名感染普通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可以传染2到3人 如果感染的是德尔塔变异毒株 可能传染5到6人 超级传播者可以传染的人数则更多 在一些举行大规模活动 人们不戴口罩聚集 不保持社交距离的地区 超级传播者的比例可能达到80%甚至更高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发布的数据 在过去几天内 俄罗斯单水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超过2万例 俄罗斯卫生部长尼哈伊尔·穆拉什科对媒体表示 因病毒变异 第三波新冠疫情将更加凶猛 在人群中传播的速度也更快 感谢观看